这就是牧民放牧的地方 以往无际到处都是这样的山坡 得天独厚的环境 为牧民造就了天然的牧场 然而这里却是狼的世界 据当地的牧民描述 在每座山坡上几乎都有野狼活动 当然 他们的领地范围大小不同 在不断的竞争中 狼的居住地点也不固定 今天咱们在无人机的协助下 和牧民一起寻找牧区里的狼群 山坡下的乱石堆里 一具山羊尸体引起的注意 这是被野狼捕杀的家畜 根据狼的习惯 它们很可能还会返回来进食 在一公里外的山坡之间 一匹野狼正朝着这边而来 或许是猎物的味道吸引了它的注意 再或许它就是杀死山羊的猎手 由于无人机的干扰 这匹野狼放弃力时 它迅速朝着远处离开 野外生存的动物都非常警觉 和食物相比 安全要显得更为重要 无人机提前做了侦查 目前羊群的周边并没有发现野狼 可是没有发现野狼 这并不意味着真的就没有危险 牧羊群突然警觉了起来 它立刻上前驱赶着羊群 加快了队伍前进的步伐 看来在这座山坡上 一定有潜伏着的危险存在 在牧羊群的带领下 牧民发现了一处狼窝 必须确定野狼不在洞穴中 否则绝对不要轻易接近 洞口被杂草遮挡 这是野狼刻意做的演示 只要母狼出门觅食 它都会这么做 防止幼崽被其他掠食者发现 或许洞穴中会有刚出生的小狼仔 这个洞穴很大 洞口足以容下一个成年男子 当牧民钻进去以后 洞穴中空空如也 这可能是为产仔提前做的准备 洞穴还在继续前进 警备工作一刻也不敢松懈 观看无人机巡逻 这并不是处理危险的唯一办法 更多时候 牧羊犬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前方的山坡上 牧民又发现了一匹野狼 地上很可能是一只野兔的尸体 野狼是否就是刚才发现的那匹 现在还无法断定 他的警惕性依然很高 对于无人机的靠近 野狼还是选择避让 就在这匹野狼撤离的时候 突然不远处的山坡上 牧民撞见了新的情况 三匹野狼正趴在地上休息 当他们发现人类后 狼群还是表现得有些惧怕 在他们撤离的同时 第四第五匹野狼现身 紧接着这是第六匹野狼 狼群如此庞大的规模 幸好牧民提前发现 这要是和羊群遭遇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这是一场特殊的行动 牧民要针对的是他们永恒的敌人 野狼 在家门口丢失了一只小羊 找到的时候是在野外 而且小羊只剩下半个身体 根据以往的经验 也可能是狐狸所为 但十有八九就是野狼 不管哪种情况 牧民要的是真相 因为一旦找出凶手 他们会实施报复 这就是小羊的尸体 旁边已经安装了监控设备 尸体被固定在雪地上 只要猎手返回来进食 他们必将得到惩罚 牧民之所以这么做 他们当然有自己的道理 常年和野狼打交道 牧民们熟悉野狼的习性 如果再不采取措施 他们会猖獗到肆意进出牧区 通过这几天的监控 可以了解对手的情况 不管是狐狸还是野狼 也无论是单独的个体 或者是成群的队伍 他们都将引来灭顶之灾 如果没有这些画面 很多人绝对不会相信 野狼的行为 已经有些过分 他们侵入村落狩猎 甚至肆意捕杀家畜 针对野狼的这些行为 牧民有自己的办法 他们会启动无人机进行侦查 一旦发现野狼的踪迹 多架无人机轮番上阵 野狼会被持续跟踪 然后一场猎狼行动就此展开 一体野狼暴露了行踪 在空旷的雪地上 野狼快速逃命 牧民驾车长距离追赶 这一次 他们要携债携还 为了防止野狼逃掉 其他牧民在前方拦截 当然光靠牧民的力量 很难抓住敏捷的野狼 他们也不想用一枪毙命的方式 简单地结束这场恩怨 经过一番围追堵截 终于牧民们放出了杀手 牧羊犬被换成了猎犬 一场猎杀正在上演 猎犬的速度很快 野狼根本无法逃脱 每次掏出一段距离 他就会被猎犬捕获 可是面临绝境的时候 千万不要小看野狼的实力 在没有体型和数量的优势下 生死的关键时刻 野狼展现出惊人的反击能力 以异敌三 尽管野狼力不从心 可是他也别无选择 如此激烈的厮杀场面 即便是换作牧羊犬 在遭遇野狼时也很少出现 野狼多次挣脱猎犬的围攻 拼尽最后的力气 奋力逃命 然而野狼越是如此 猎犬们越是兴奋 或许这正是牧民所希望的 他们对施暴者 就是要以牙还牙 接近傍晚的时候 又一批野狼现身 他游走在村落附近 似乎还在寻找狩猎目标 这是牧民最不允许发生的行为 接下来他们要速战速决 在两辆汽车的追击下 野狼很快就被赶上 野狼很快就被赶上 随后这是猎犬们的专场秀 在主人的参与下 猎犬们更容易表现自己 他们的战斗力倍增 这批野狼体力不支 被猎犬当场拿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